豪華氣派的吊燈不只飯店愛用 居家複製也很受歡迎 不過吊燈掛在哪裡 選什麼顏色都會影響風水 一般室內要擺放這個吊燈的話 盡量以單數為陽 雙數為陰的一個概念 單數的這個數量做標準 燈最好是飄高越高越好 客廳的顏色的燈呢 盡量以這個所謂的白燈為主 臥室以後所謂的黃燈 那麼會比較有溫暖的感覺 假如說更天暗吧 但基本上就比較沒有切實 黃是可以 因為它只要是說食物 那對於食物方面來說 也比較能夠低深 盡量不要有太熱的所有行動 那另外臥室以後的這個房間的燈 以及走到的位置 吊燈呢也不宜太長